馒头是一定要做的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是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馒头的食谱 ok so 刚才就是 Adam也是有讲就是 我们的食谱就是那么快可以同步的 就是上去我们的recipe club 然后我们就可以 直接就可以打出我们的那个粉红柠檬汁 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是要让你看到就是 我们一直都讲 我们的食谱全部都是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机器里面的 所以呢 如果我家里没有网线那怎么办 如果就算没有网线呢 你也是可以用我们的机器里面已经有那个offline的食谱 然后我们的offline食谱也是会一直在更新的 但是当然如果你有connect to wifi 它是直接就是秒传送可以立刻可以更新到 因为我们的这个touch呢 就算你是用我们的电话的host spot都是可以connect到的 所以不一定讲你的家一定要有wifi啊还是什么 你才可以用到我们的那个wifi食谱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做馒头呢也是一样在这个recipe mode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馒头 馒头呢你看我们有很多个category 所以这些食谱呢都是通通收入在touch里面 而且大部分的食谱呢都是很符合我们malaysian的那个口味的啊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steam bun 然后我们就有我们的这个馒头的食谱 so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就是很简单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馒头它有照片 而且它会告诉你大概你需要用的时间是40分钟 就是加发酵这样子 然后是很便宜的材料 然后其实你在家就很轻松可以做这个馒头 然后大概呢这个份量是可以给6个人啊来食啊食用的 然后需要的材料呢就是有这一些糖啊 啊爆粉盐水油 so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 然后现在呢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看这个很特别的机器来做这个馒头呢 是因为啊当你在家里要做馒头的时候 你一定需要一个半层嘛对不对 因为你需要量这些粉啊水啊盐啊 所以没有错我们的machine就是有built in的棒层啊 ok so你按进去呢 然后它会跟你讲你需要20g的糖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要一直很强调我们的机器是很聪明的呢 就是当今天你这个棒层归零的时候呢 你看我的盖现在是盖着吗对不对 看得到我要盖盖着吗啊 看得到吗现在看到吗我camera移着我的盖是盖着的 so如果我是要把我的这个盖拿上来 它是不是会变negative 但是它是会变鬼灵的 so normal的棒层呢 如果你把东西放在上面 当你把东西移走的时候 它一定会变negative对不对 so然后你可以再看多一次 就是当我把我们的这个盖拿上来的时候呢 你看它是会自动归零的 有吗有看得到吗 就是你不用怕哦 你negative的时候你把东西放下去 然后你的那个重量就会不对了 有没有是不是很聪明 ok so 什么 哦就是有些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就是 像好像刚才我们就假设这个是我们的盖嘛对不对 现在它已经变零的时候呢 当我把这个东西移走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变negative 但是normal的棒层呢 是不会变auto帮你跳回去零的 就是它没有那么聪明啦 touch比较聪明 ok so现在呢介绍完了我们的很特别的棒层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饭头啦 so所需的东西呢 就是20g的糖 其实就是跟住的 而且它的step都很清楚 都是在这个screen那边都看得到的 so当我放了糖过后呢 我就按next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帮我打勾勾了 然后会删掉我的这个ingredient 就是你不会怕 诶我到底放了还是没有放了啊这样子 so再做一次就是这个ease呢 我们放了下去过后呢 我再按next 它就会帮我割掉删掉 当如果你真的是放很多材料过后呢 你忘记其实你已经放了什么东西 你都不用怕 因为你放每样东西你你 按next它都会帮你打勾 ok 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包粉放下去 然后呢也是一样 需要一点点的盐 之后呢我们需要一点水 ok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要放油 ok so你只需要按一次ok 它就会出来这个screen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dough呢 就是讲我们的机器已经帮你 啊我们的食谱就已经set好了 现在我们要knit这个dough嘛 sodough这是我们的一个function so时间呢是我们已经set了两分钟 so其实这些东西都你都不需要再set了 因为你只需要按next跟按ok 然后等一下你可以注意听一下我们的机器那个声音 因为通常好像我们传统来讲要做mantel呢 我们把全部材料放一起了 是不是一定要先搅均匀 先mix 给它混合均匀对不对 然后你才可以开始揉嘛 so我们的机器呢是聪明到它 它把这两个step都two in one 在一起啊 就是在这个dough的这个function里面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听一下那个声音 就是一开始的十秒 它会先帮你mix 然后过后呢它才会帮你在knit那个dough的 所以如果ok了我就按ok咯 ok 所以现在就是刚才声明所说的 他先帮我们把那个面团呢 和水融合 而现在呢它才是进入那个揉面团的揉拆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是揉拆的时候呢 所以注意到呢它是旋转然后停旋转停 它是完全的模仿的那个面包的师傅的手呢 就是揉了过后停一下揉了过后呢停一下呢 所以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待会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到呢 它揉出来的那个效果呢是多么的非常贴近 我们人手可能要揉个20到30分钟的一个texture 所以它是非常的方便而且简单 所以你会注意到的话呢 当你的家庭有了这个touch过后 你的整个的厨房是非常的干净 而且呢在尤其是我们讲做这个漫头的过程当中呢 好像比如讲穿黑色的衣服 是最容易被那个面粉呢弄脏的 所以通常人家都是不喜欢在家里面弄这种面粉的东西 所以当你这个touch过后呢 你会注意到它是非常的方便呢 所以如果有想要看的人呢 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摄影这个机呢可以来到我们前面的来看啊 它是怎么样帮我们这样子 来这样子揉这样子的一个做点 你会注意到 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那个面团呢已经慢慢的沉稀了 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是250克的这个面团 而最高呢它一次可以帮我们揉拆500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倍 你可以看到这一台它是英文为主 所以其实我们的平时的你在家里面的话呢 你是可以选择中文或者是英文 那未来的话呢因为目前已经 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ok 让我来示范如何单手菜到煮 没有啦就是ok我们的面团已经揉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面团倒出来 所以呢现在我就要示范如何单手可以开我们的这个刀煮 因为它只需要这样子打开拿起来 然后我们的刀煮呢就可以很轻松的落出来了 so为什么刀煮可以很轻松的拿出来是很好呢 因为你就可以拆出来洗 就洗得很干净 因为其实很多blender呢是没有的拆出来 把那个刀这个blade刀煮拆出来 所以呢你就很难洗 很难洗的话呢就很容易滋长细菌啊那种之类的 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清洗 然后现在呢啊 就让Adam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我要揉一下这个馒头 然后也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蒸锅 就是到时候我会用这个来冰 然后呢我们的蒸锅是standard sale的 所以刚才有几个的 刚才我已经回答了 比如讲那个语言 它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都可以 目前是马来西亚的话呢 是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等一下我们在煮这个蘑菇汤的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包已经发的差不多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就可以准备呢 来蒸这个刚才我们所捏的这个馒头 那当然如果里面有放那个料的话呢 它就是那个什么包咯 Gaia包啊 连笼包啊 所以今天我们是做一个plan的这个 馒头的这个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配合它 一起来做这个蒸的这个功能 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呢 在蒸煮的同时我们需要做 这个蒸馒头的这个过程 所以对于蒸馒头的话呢 对于touch我喜欢它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它有它的这个不锈钢的 这个蒸锅的组合 另外呢它的安全锁也是非常的安全 第一个这里我们要锁下去 所以第一个安全锁 那如果你没有锁第二个的话呢 它是完全没有办法给你操作的 第二个安全锁呢是在这里 你要把它锁起来的过后呢 它才可以帮我们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15分钟的时间 来蒸这个馒头 然后开火 然后开始去搅拌我们的这个蘑菇汤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安全的一个 蒸锅的组合 所以对于touch我看到它的一个很大的 好处呢是在于 当我们在蒸煮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牢牢不顾的锁在上面的 所以就算有小朋友来这样子去玩的话呢 你也不用担心害怕 它会因为这样子的方式而令到整个东西跌倒 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蒸锅的组合 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馒头移出来 太漂亮了 我手做出来的馒头 哈哈哈哈哈哈 OK